上次拍《開箱文》反映不錯 今天拍第二位大家喜歡看的東西 人家呢? 警車D Post也有啦 還有什麼警車名叫我? 我處理介紹為何會這麼小熱波 這輛是一個人的專屬座架 聰明的你會搭是警察電單車 但如果你這樣搭就太有白虎軸子了 我說的是他 一高的座架,一號車牌 你走完沒有?你走什麼呢? 我找一個專屬自己的位置 後座就是庫班和處長座 而我的朋友跟他們更加大距離 這裡找到你了,做警司 這麼棒?連升幾級 你有政府車牌GF8 今天就做警察自己 是嗎? 大家知不知道我們警務處長被人叫一哥 是因為他的座架車牌是一號呢? 即是說不是因為他是一哥才配置一號車牌 而是因為他有一架一號車牌的車 所以被人叫一哥 大家明白嗎? Silly,為何你會駕駛一號車? Sir,今集101介紹一號車 不如上車介紹吧 我可以坐在你旁邊 有什麼問題? 年輕人最重要是有目標 肯努力,給點心機就有機會了 上車吧 sir 處長也有關心年輕人的發展 我想這次又創造歷史了 一粒花坐一號車 慶祝競爭直貨一周年 你有沒有這麼巧 唉,是不是真的可以坐的呢? 不理了 sir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都很羨慕了 就讓我繼續介紹一號車的由來吧 Chilly,不用找的了 這些劍博都不會問的 不如讓我來介紹一下吧 其實一號車牌是源於60年代發牌的時候 留給香港警務處警務處長的座架所使用的 但當然這個車牌不是警務處長個人擁有的 而是屬於全國警隊的 夠了Chilly sir 還有其他地方要去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